你知道吗?人类穿上衣服,到底是为了保暖还是遮羞? 当你冬天裹紧羽绒服抵御寒风,夏天套上防晒衣隔绝紫外线时,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? 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把兽皮披在身上,到底是为了暖身子,还是怕难为情?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却藏着人类演化史上最有趣的谜题之一。 更颠覆认知的是,最新的科研发现正在告诉我们,保暖和遮羞可能都不是最初的答案。 要解开这个谜题,首先得搞清楚人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。 毕竟衣服这东西不像骨头,石头那样能保存几十万年,它们早早就腐烂成了尘土。 不过科学家们想出了个绝妙的办法,盯紧狮子。 你没听错,就是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小虫子。 居然成了人类穿衣史的活化石。 狮子这个物种,从艰难年代走过来的人估计都见过,现在倒是很少见到了。 人类身上的狮子分三种,头狮、体狮和阴狮,其中体狮最特殊。 它们必须依附在衣物纤维上才能生存。 通过DNA分子中分析,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团队最早发现,体狮大约在17万年前从头狮中分化出来。 这意味着人类在那会儿就已经穿上了衣服,否则体势根本无处安家。 但这里有个矛盾点,17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待在非洲草原,那里的气候炎热干燥,白天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,根本不需要额外保暖。 至于遮羞,更说不通了。 遮羞是一种社会文化概念,得先有大家都该穿衣服的共识,才会产生不穿衣服难为情的想法。 就像现在没人会觉得婴儿光着身子羞耻吧。 远古人类在没形成穿衣习惯前,自然也不存在这种观念。 既然保暖和遮羞都站不住脚,那祖先们费劲披瘦皮,编草叶,到底涂什么? 答案可能就藏在生死攸关的生存博弈里。 想象一下17万年前的非洲草原。 你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原始人,刚和同伴分开寻找水源,突然草丛里窜出一只剑齿虎。 没有武器的你该怎么办? 这是身上披的那张狮子皮,可能就成了救命符。 有研究者推测,远古人类的衣服大多是松散披挂的兽皮,不仅能让体型看起来更庞大,威慑那些想吃掉自己的猛兽。 遇到攻击时,还能猛地把兽皮扔向对方,趁着猛兽愣神的瞬间撒腿就跑。 这招是不是很熟悉? 现在我们遇到恶犬追赶时,也会下意识扔出手里的包或外套,没想到吧? 这竟是祖先传下来的生存智慧。 更妙的是,猛兽通常只敢攻击熟悉的猎物,人类要是经常换兽皮的穿法,甚至用树叶、甘草混搭,就能让它们摸不清底细,不敢贸然下手。 除了对抗猛兽,衣服还是远古成功学的标配。 对群居的原始人来说,狩猎能力直接决定生存地位,而兽皮就是狩猎成果最直观的证明。 能披着狮子、豹子这种大型猛兽皮毛的人,无疑是部落里的勇士,自然能获得更多尊重和资源。 就像现在,有人穿名牌衣服彰显身份,祖先们披兽皮,也是一种炫富,只不过炫的是捕猎技能。 后来大家发现,就算没抓到猛兽,用树叶、茅草边的简易衣也挺好,既能挡住正五的紫外线,又能避免被荆棘划伤。 还能防蚊虫叮咬,慢慢地,穿衣就从少数勇士的特权变成了全部落的刚需。 不过关于穿衣起源的时间,科学界还在吵架。 之前说的17万年前体势证据,最近又有了新说法。 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研究者在赦宁根遗址的熊骨上发现了特殊切痕,这些痕迹集中在肋骨和四肢部位。 显然是人类包取熊皮时留下的。 而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有30万年,比体施证据早了足足13万年。 更惊人的是,北京猿人遗址出土的80万年前的刮皮工具,说明那时的人类就已经会处理兽皮了。 但这里要分清披兽皮和穿衣服的区别。 30万年前的海德宝人可能只是把兽皮随意搭在身上保暖,而17万年前的智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加工衣物。 体施的出现正是衣物成型的标志。 随着人类走出非洲,衣服的保暖功能才真正派上用场。 大约10万年前,部分智人开始向欧亚大陆迁徙,刚好遇上更新式大冰期,全球气温骤降,很多地区被冰川覆盖。 原本在非洲用来防晒,防瘦的兽皮,到了高纬度地区,立刻变成了保命的羽绒服。 考古学家在格鲁吉亚的山洞里发现了3.8万年前的亚麻纤维碎片,上面有搓绳和染色的痕迹。 说明那时的人类已经能制作轻便又保暖的植物纤维衣物了。 而北京州口店山顶洞遗址出土的1.8万年前的古针,针尖锋利地能穿透瘦皮,更证明人类已经掌握了缝纫技术,能做出和身的衣物抵御严寒。 从批到缝这小小的进步背后,是人类对抗自然的巨大飞跃。 至于遮羞功能的出现,那更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 古埃及的壁画告诉我们,4000多年前的平民男子经常上身赤裸,只穿一条亚麻跨裙,法老虽然穿得华丽,但也不会刻意遮挡身体。 古希腊人更夸张,他们崇尚人体之美,服装都是用整块布料披挂而成,故意露出优美的肩颈线条。 直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,私有制出现,人们才开始用衣服划分等级,界定隐私,遮羞的观念也随之产生。 比如古埃及的法老会在腰衣前加一个镶嵌宝石的三角形裆布,既是王权的象征,也暗含了隐私保护的意味。 而商周时期的衣上制度,上衣下上的设计,慢慢形成了壁体的文化传统。 衣服的功能还在不断进化。 古巴比伦人用羊毛织出厚实的衣物抵御高原寒风,古埃及人用亚麻做出透气的长裙适应热带气候,墨西哥先民把棉花和羽毛混纺成布料。 不同地区的人根据环境创造出了多样的服装。 更有趣的是,衣服从来都不只是遮体布,古埃及的假发和假胡须是身份的象征,长假发配华丽头饰的一定是贵族。 古罗马的脱家长袍只有公民才能穿,奴隶连穿的资格都没有。 就算是现在,我们穿正装参加面试,穿运动服去跑步,穿瑜伽裤去撸铁,衣服依然在悄悄传递着身份和场景信息。 从瘦皮到丝绸,从麻布到化纤,衣服的材质在变,但它作为人体延伸的本质从来没变过。 现在再回头看开头的问题,人类穿衣服是为了保暖还是遮羞? 答案显然都不是全部。 17万年前的祖先穿上衣服可能是为了下退猛兽,为了彰显实力,为了对抗非洲的烈日和蚊虫。 走出非洲后,衣服成了抵御严寒的武器,文明诞生后,它又肩负起划分等级,保护隐私的使命。 保暖和遮羞不过是衣服众多功能里的后来者。 而科学探索还在继续。 就在去年,墨西哥的考古学家在一个陶罐里发现了7000年前的棉花织物碎片,这是目前最早的棉织物食物。 美国科学家通过分析狮子的DNA,又把穿衣时间往前推到了19万年前。 或许未来某一天,新的考古发现会推翻今天的结论,告诉我们更惊人的答案。 毕竟人类穿衣的历史,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发现,不断颠覆的演化史。 那么你觉得,祖先们第一次拿起兽皮时,心里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?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 感谢观看